大部分在塔斯玛尼亚旅行的人一般都会选择自驾 其实在这里也有很多长途巴士可供你搭乘 坐大巴从德文港到赫巴特的话 大约要五个小时 这一路你会发现越往东走越干燥 沿途的风景它会变化很大 在塔斯玛尼亚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黑天鹅 赫巴特是塔斯玛尼亚的首府 人口大约二十来万 城市当然算不上很大 但其实它是除悉尼之外澳洲的第二古老的城市 我们在这里时候正赶上劳力士 悉尼到赫巴特这个帆船赛在举行 这个帆船赛应该是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比赛 它是勇士们的航海竞争 其中有着帅船的这个航线行驶起来非常的艰难 甚至曾经好像也出过事故 因为海上是有大风暴的 赫巴特作为终点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休闲放松的人们 这条船就是本年度悉尼到赫巴特帆船赛的获胜者 电视里正在现场直播 对获胜者的采访 在赫巴特你可以坐观光巴士随上随下 游览师区风景 也可以到这个信息中心去订那种一日游 或者是几日游都可以 我们就在这里订了两个一日游 其中一个是去往这个惠林顿山 惠林顿山在赫巴特西边大约二三十分钟的车程其实不远 惠林顿山海拔其实也不高 才1271米 但是山顶视野极其地开阔 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赫巴特的美景 不过这里气温真的好低好低 风还特别的大 这上面你就感觉几分钟人的手就要冻僵了 山上很多很多石头 但是从这里往海边看的话 看整个赫巴特真的很美 这个是亮望台 实在怕冷你可以到这里去带着相对暖和一些 还有栈道可以走一走 灯高望远这种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惠林顿山是值得一去的 一日游的这种团呢 在山顶上也就待三四十分钟 但其实也足够了 因为太冷了 而且山上气候变化快 说下雨就下雨了 一气雾磨磨磨磨磨的 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此外呢我们还抱了一个去玛利亚岛的一日游团 除了惠林顿山之外 我们还参加了玛利亚岛一日游 去往玛利亚岛必须达成渡轮 因为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主要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还有一些很美的景点 但是越美的地方徒步的时间越长 有的需要六个小时左右往返 这个小岛最初的时候 上面建有监狱还有水泥茶 它说这是金鱼的骨头 野生动物很多 但是能碰到什么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大鹅就常说这种巴伦角鹅 它的奇特之处就是它可以 依赖海水这种咸水而生存 这里是曾经的居民们的墓地 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还有谁能记得他们的故事呢 这里应该是供飞机起降的地方 我看到很多水上飞机在这里掠过 这里是化石峭壁 相较于化石 我们更喜欢看金桃牌啊 我看到一个继续风涨就无人acje 我看到一个继续风涨就像与建坛的风吹有 像与建坛的东西 从前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利亚岛其实可看的地方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当天主要是想在海滩上走一走 所以没有过多的徒步 还有一种团是那种做这种渡轮绕着岛看 那种的话相对自己不行就节省时间 看到的东西也会多一些 比如彩绘峭壁看上去就不错 也许是出来时间太久了 我们的兴致已经不高了 当天我只想在海滩上好好的躺平 就这样 在暖暖的阳光下 在微凉的海风中 我竟然睡了很长时间 而在赫巴特的一周 我们就去的这两个地方 其余都是自己放松 然后我们要飞往墓尔本 然后我们请继续 感谢观看